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Ryu客戶有二十台最大的操跑 對 這個我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都以為說這個很有錢 我就有一個客戶 他本身就是主上積德 就是主上留下很多不動產 他自己就做所謂的放款 講白難聽也就是放高利貸 就其實就當金主到處去借錢 所以他得到的錢也很快 那不勞而獲也容易 所以他就變成每天就是在享樂 那他就很開心的今天出了一款 這個法拉利出新車他就去買 藍寶基尼出新車他也去買 所以他買到他自己的車庫 我們剛才講說什麼 弄豪宅放車庫 不是 他叫做自己蓋馬棚 不是養馬 是養跑車 自己就這樣弄一個大倉庫 然後就恆溫恆濕放在裡面 那我們想說那很開心啊 這麼好 你有這麼多好車 但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什麼時候車子要去保養 什麼時候車子要去監理所檢查 所以常常他就一直收到罰單 甚至這台車的鑰匙是哪一個 他都搞不清楚 好 那這是一個 我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呢 壓假以外呢 他自己還買了遊艇 放在這個龍洞那邊 因為車子又多 遊艇也有 根本沒時間去玩遊艇 本來廖老師不想駕的 被你講到他都想駕了 你講完更不想駕 聽我講完這個故事 我不會愛駕 真的是浪費啊 對 然後呢 他有遊艇 你知道這個遊艇 本身他每年要除袖 就是要把整個船吊起來 底盤要除袖 光是要除袖 清油管就幾十萬了 都沒曬過 一次都沒曬過 半年就要幹一次這件事 好 有一次他弄完了 他就這個心血來炒說 各位朋友 我車子 我船剛整理好 我們一起出遊吧 你看 他為了邀請大家出遊 自己要準備吃的 喝的 然後邀請這些朋友上船 這些朋友當然相對也都很有錢 就一起跟他從龍洞出海 好開心喔 你這順好 真讚 開到海中央 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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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聲 引擎拋錨 在海中央耶 海中央喔 大熱天喔 太陽曬喔 一群富豪就在海中央 來那邊搬 開始漂流 然後漂流了兩三個小時 最後請海巡署 幫他把船調回來 從此以後 這就是所有這一群人的笑話 你不是很好 把大家載到海中央 菜單大家都要聰明在那裡 就差點死在裡面 看到他就想到這個笑話 所以即便我覺得 有錢是一件 這個老天給的嘛 人家說這個富貴在天 可是這樣子去使用 他的這些財布 到最後反而不見得是好事 增加很多的煩惱 真的喔 那嘉欣 這個你在做這個行業 其實也會碰到很多有錢人 對 你覺得他們有什麼特徵嗎 其實我覺得有錢人 要分幾類 有一種有錢人 就是像 像剛剛可能高超哥講 就是他也許他第一代 就很有錢 他很怕人家看不起 所以他出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他可能比如說 錶一定要帶最好的 車子一定要開最棒的 就是說他自己奮鬥起來的 有錢人 對 那他自己 他自己 這事情他自己會講 那當然可能跟他產業 也有關係 但是像有一些人 他可能比較低調的話 他就會比較 個性上面來說的話 可能他就會相對而言 就比較不願意炫耀 如果他從事是高危險的行業 什麼叫高危險行業 就比如說他可能做的是一些 我們這樣講 風險性相對比較高的 可能很容易被人家綁架 像比如說 有一些是放款的 我們有一些做放款的有錢人 他其實他可能 他就會相對比較高 放款不是都銀行在放嗎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劉律師的朋友的朋友 對 就是 因為他沒辦法借錢 對 可能借滿了 對 或是他是 地下錢賬 其實就是地下錢賬 我們要耗那麼多時間嗎 就地下錢賬四個字 對 我想說 也是怕很怕被告 雖然這邊有律師 我們也沒有講誰 對 但是如果說是二代的話 我覺得有一些二代 如果說家裡頭已經是 三代 四代 都已經很有錢的話 那個家裡頭 教的方式就都不一樣 就是你會發現二代 二代以上 如果家裡頭教育很好的話 他小孩子會很謙虛 然後出手會很大方 但他出手大方也僅止於 就是說請你吃飯 大家出去玩 這樣 你如果真的要跟他談投資 他就會說 我回去問我媽媽 回去我們家裡頭要開個會 就是你絕對碰不到 他們家家族事業的那一塊 那但是要外面去幹嘛 一類的請客 贊助 這個他OK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家裡頭 因為我們後來就是 接觸了很多有錢人 我們就發現一個道理 就是其實有錢人 很容易因為有錢被盯上 但是真正容易受害的是什麼 是那種可能第一代 他們奮鬥起來 然後他沒時間管小孩 就用錢給小孩子去做一些 我們說是物質上面的滿足 那那些小孩子又很希望 在爸爸媽媽面前又被看得起 所以他們很容易就被 那個路上 路上有一些朋友說 我叫你去做生理 怎樣就怎樣 中間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有一些 家裡頭三世代 都很有錢的人 媽媽會管這一塊 然後他也會管你的配偶 是什麼樣的人 那麼大年紀的還管 其實多少都會管 對 多少都會管 而且我那時候還有聽過 一個還滿厲害的 就是他的配偶 就是他的女朋友來 還去滴滴人家家裡頭 在幹嘛 什麼 就是去調查人家家 找真應社去調查人家家裡頭 是不是正經的人 那個女生的家 對 那個女生的家 然後這女生過去的一些感情 什麼什麼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正常 對 這個作為父母親 還是會希望 把他調查清楚 就是希望相對的 小孩子比較安全 對 那第三種呢 第三種 你剛剛講第一種 第一種就是創業的 對 那第二種就是 家裡面 二代 二代 還有有沒有第三種 假有錢人 假有錢人 其實我那時候有聽過 有一個故事 我覺得還滿厲害的 就是有一些女孩子 他想要找有錢的 有錢的男朋友 或有錢人當老公 他就會看他的房子 跟看他的車 可是他不知道 其實房子可能可以是租的 然後車子可能是公司的 也可以是租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就會發現 有一些假有錢人 他可能就是 進來的時候 他真的就是開好的車 然後他可能 講話的時候都特別的 好像說 我又跟誰誰誰怎麼樣 然後講得很誇張 但是真正的講到後來 其實你會發現 你要做那個決策 關鍵的時候 他會找理由就走了 豪門這家 黃醫師也經歷過 他們對身外之物 這些物質 他們的心態是什麼 黃醫師請 就是我們也不敢說 我們認識很多豪門 但是有錢人 真的是也認識一些 比如說劉律師 就有有錢人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你看第一個是 為什麼你說劉律師 是有錢人 就是你是對相對於對應自己 比如說劉律師 對應我就是有錢人 對 就很多人對應我 都是有錢人 那所以我去觀 你實在客氣了 對應是那裡 對對應在這裡 然後所以我覺得 因為為什麼我會講這樣 就是說因為 我覺得我們要看 對方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迷思 是源自於自己的立場 因為我的立場在這裡 所以我看的視野跟角度 肯定是有一些差異的 那如果像我的感覺 就是有錢人他是有分 就是其實還是有品德高的 然後他有錢 可以做更有力的發揮 然後他有錢 也很願意用錢來尊重人 錢對他來講 不是太大的事情 是 但是也有一種有錢人是說 他覺得他有錢了 那大家就要聽我的 只是因為我有錢 跟我有沒有才能 或者是我能不能服眾 是另外一件事 就單純覺得我是有錢 我是好像 其實他也沒給人家薪水 也沒有讓人家吃飯 可是他就覺得 因為我有錢我站出來 你們就要對我態度是要好的 然後你們如果有任何的利益 比如說買房子 你應該會想說 我要來買第二間 或者說買東西 你應該想說我一直再來 所以你要給我特別多的 就是比較貪小便宜型的 有錢人也不少 對 只是說我自己 你不會去特別就是羨慕 某一些有錢人 是因為我常常看到 有錢人的盲點 我覺得有 好好 我們講都很好 很想聽 我覺得有錢人的盲點就是 就是真的一輩子 只有在追求錢 那個是最低階的有錢人 然後其實已經可以過好的生活 明明可以去支配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講 藍寶監寧或什麼一些名車 大家有些人可能是覺得浪費 可是其實很多有錢人 是他連這個錢都還不願意去花 所以他沒有辦法知道 那個世界是怎麼樣的 所以有錢人常常也會被 我們以為有錢應該是 就是更廣 更知識更多 或者是更有機會 接觸不同的事物 可是他們往往會因為 其實也不想要花錢 然後會侷限自己的視野 然後可是又覺得自己 什麼都是對的 那我自己有幾個朋友 就是說我的朋友有一個 我覺得他就是家裡很有錢 那很有錢就是 其實就是可能祖先輩 就是有在做產業 那所以他們就會有很多的房地產 那他房地產多到就是說 他們每一個房地產 他就去租人 他就收租金 他就好 他就可以不要生火 那他的租金就是也 我去過他們家也蠻shock 就是說他的那個房子的鑰匙 都放在乖乖桶裡面 對 然後就是一整個 大的乖乖桶裡面都是 鑰匙 鑰匙還很困 那個鑰匙 然後他也搞不清楚哪一家 然後他所以我的朋友 是這樣子的家庭的小孩 然後可是我一開始認識 他的時候其實是 就是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他的穿著是很普通的 他大概就只會穿T恤 然後他唯一身上看起來 有價值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很貴的照相機 可是前提是 你要有那個照相機 玩家等級的人 你才能夠看出 他的照相機這麼貴 你才會想像得出 他可能滿有錢的 只是一台照相機可以幾十萬 好 然後他 我覺得他雖然就是很低調 他看起來就是很低調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低調 那像我們的話 沒有他有錢 可是就是他出國 他什麼都不買 然後我們就說 所以你的行李 他是男生 所以你的行李箱是空的 所以拜託你去這個愛馬仕 幫我們帶貨一下 他的行李箱都空 因為他都不買 他很低調 我說你為什麼這麼低調 他說因為他的家族裡面 曾經有人被綁架 所以他出去就是低調 然後他常常搭捷運 然後他也去 雖然家裡不需要他工作 可是他也有去一個 就是政府機構上班 然後他們家的 所有的小孩子都是去 不管功課好不好 反正都可以念到 歐洲很好的學校 然後再回來 是 對 然後只是說 因為朋友 想要幫他介紹的時候 我就發現一個很重要的點 因為他一開始 都不希望人家知道 他是有錢人 所以他都是一副那個 就是你知道 就是一個T恤 然後牛仔褲 就是普通 然後跟女生約見面 就說好 我等一下在捷運站 哪個站下 你們等我一下 都是這樣 我介紹幾個女生之後 都失敗 他就一直問我說原因 他說 你就盡量約出來 你覺得好的 就盡量給我介紹 我就是缺這個女生 然後將來要結婚的 趕快給我介紹 可是每次介紹 因為我們介紹的也不錯 可是都失敗 後來我就說 我們就檢討原因 我就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下次我們這個聚餐 你就把你的那個 就是很好的這個休旅車 也是B開頭 或是什麼開頭的 我說你就把那個休旅車 那個開出來 然後來接我們去吃飯 這樣子竟然一次就成功 這要檢討 你介紹什麼女生給他 對 所以 我們就介紹美女 因為他就是要美女 他可能想搭捷運 比較容易找到真愛吧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有錢人的困擾其實是在於說 其實錢是身外之物 然後他本身 他也有他的這個人品 就是人格 其實都是好的 可是當他在交朋友 然後在交往對象的時候 他會很怕 是因為自己的錢 外面的錢 然後他看人家是因為錢 來跟他交往 而不是因為他的本質 人家真的就是因為錢 要跟他交往 可是我後來 你介紹給女生的時候 有沒有告訴他說 這個男的家庭環境如何如何 所以女生充滿了期待 去跟他見面 然後就落空 一開始因為是朋友關係 他叫我不要講 我就真的不要講 然後所以真的通通都沒有成功 然後後來的話 就是我也看不過去 我就要跟女生講說 我說你不要看他這樣 其實他們家很有錢 就講到這樣 然後女生就登 就會成功 對 可是 所以有錢人的這種特質 其實也很有趣 是因為其實他後來 也結婚了 那不是我介紹的這個太太 好 然後其實也是一個 就是在公職 就是不錯 然後所以覺得說 夫妻倆都是一個不錯 可是後來他就開始跟我抱怨 抱怨說 這個女生抱怨 男生 男生本來的這個朋友 就開始跟我抱怨說什麼 太太要上班 不帶小孩 然後都是我要幫忙照顧 就是我們覺得 本來很好的女生 為什麼嫁給你之後 你家不是很有錢嗎 錢不是可以解決問題嗎 如果你覺得沒有辦法 照顧小孩 不是你 你應該很多錢 請保姆什麼的 可是就會去覺得說 是女生應該要來做 而不是他出錢做 所以我覺得有錢人的盲點 如果像這個類型的朋友 就是即便是有錢 好像不能夠 很好的發揮的時候 其實後來也是鬧到要離婚 可是他家很有錢 他完全沒有需要 擔心什麼的家庭照樣會